小狗瓶有前步伐高大 南道館没前卡丁超现马 特兵的案例总共有四十八例 是全台湾第二座的地区 不过现在发现特兵的案例 是有越来越久的现象 而且台多所 特兵的都是超现马 并没有其他不正 同时也没团出 有人感染到小狗瓶 所以以前当有三 受到高三纳攻击的死侠 是卡丁高三纳跟人 都没感染到小狗瓶 最近我们这一两个礼拜来 整个兰头线才增加了两例 那检验的结果也都是阴性的 也就是说都是没有发病的 那所以对整个狂犬病的疫情来讲 目前它还是局限在诱欢这个物种 那人的部分都很安全 我们全台湾没有一个人 有感染到狂犬病 所以表示这次政府的作为 是发生的效果 为了抗击有前够大 那老管也在北家中 九九年了来主意风暑 现在全关主意风暑的 温少比率是个大百分之九十四点五亿 管副供丁 会继续以百分之百的目标来落落 以红地消告白 最低的南投市 也有百分之七十六左右 那很多的乡镇 都已经到百分之九十几 甚至百分之一百 這個全貌都已經施打疫苗 所以整個防疫網 可以說是已經很綿密了 管夫也好約 家裡的鳥子也是狗子 若是已經有住宵到便宜去風車 現在第一批 一萬空五百塊的正面牌 已經發生到各個東部便宜 以及公所 請民眾領正面牌的時尊 一定要帶住宵正面牌 也是新婚禁 而且第二批 一萬塊的正面牌 現在也將會露燒發生 打過疫苗的全隻跟貓 要掛這個牌子 因為現在很多狗貓在街上走 大家都很擔心 這個狗貓是不是安全的 那如果說你有掛個牌子的話 我們政府機關發的牌子 表示說你這隻狗 這隻貓已經打過疫苗了 是安全的 是不會發病的 雖然現在跟我們 消到便宜的案例是越來越少 不過管夫也要載助給予 民眾一定要特別整理 共同風地 才不會讓疫苗綫繼續扣大 記者綽好 開場報道